鼎泰豐這個光環 中國大陸是捨不得放嗎 之前說華北要關14家門市 不過現在出現了 戲劇劍的大轉折 想要繼續開下去 北京巨人公司 控有北京恆泰豐餐飲的股權 主要三大股東 包含了鼎泰豐董事長楊敬華 另外還有包括韓家成跟孫鐵漢 三大股東為了10月底 北京鼎泰豐要不要撤出 華北市場起內候 其中韓家成被撤換掉 北京鼎泰豐董事長一職 新團隊表示要力爭 延長這個營業執照 不過對於被解職 韓家成痛批是被惡性設局 鼎泰豐小籠包在北京十四間分店 本來打散10月底全面襲燈 但現在出現戲劇性轉折 今天已經全面改選了 北京恆泰豐的原有的董監事 現在已經解任了 恆泰豐的董事長韓家成先的職務 那即日起生效這樣 董事長換人做 但卻不代表還能經營 原來關係複雜 北京鼎泰豐是北京巨人控股掌握 三大股東包括鼎泰豐董事長楊继華 大臣集團副董 韓家成和天籁集團孫鐵漢 旗下開了北京恆泰豐餐飲公司 由鼎泰豐楊继華授權品牌 本來由韓家成擔任董事長 現在換成林李虹 接下來的華北廈門14間分店隔去何從 這個獲得營業執照 然後再來是取得北京鼎泰豐這邊的授權 所以這個問題要等到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之後 才有辦法去取 只是在大陸市場翻滾多年 把台灣鼎泰豐帶進大陸的第一人 韓家成當然不甘示弱 立刻發聲明痛批 孫田和夫妻根本不是戲劇化轉折 而是預謀性的惡性設局 目的在坑殺店鋪和簽名員工 當時的多數董事的意見 就是認為在韓家成先生 沒有把公司的財務交代清楚的情況下 才會反對去 在那樣的情況下去申請延期的 所以沒有什麼叫惡性設局這種問題 公司的法庭代表人韓家成 而且兩邊的職務都是董事長 所以這個是張成已經明確有規定的 都是由韓家成先生 他本人是作為巨人公司的董事長 以及恒泰豐公司董事長 是記載在張成裡面的 經營二十年的北京鼎泰豐 如今面臨三角之亂 韓家成 孫鐵和護妖 而關鍵第三角 楊继華 只對外回應 謝謝關心四個字 更加耐人尋味 東森財經新聞毛招品 留意在泰國島 看漢不亂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